我们再来关注山东贯县女子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 2004年山东省辽城市贯县高三学生陈春秀被人冒名顶替上了大学 16年以后事情被媒体曝光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日前涉事高校山东理工大学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采访 6月16日记者来到位于山东资博的山东理工大学 据学校工作人员介绍 5月23日学校接到被顶替者陈春秀的电话举报 随后成立了调查小组开始初步核查 5月26日学校派人到辽城贯县走访调查了顶替者和被顶替者双方 我们也见到了经济上学者及其父母 孩子的父母反映了承认当年经济别人上学的事实 但是这个事情是由其旧妈代为办理 所以说他们具体的细节并不知情 那有没有走访过他的舅妈 他舅妈据经济上学者的父母反映 其舅妈在2004年当孩子入学一个月左右便去世了 在调查中 顶替者陈某某给山东理工大学调查人员写了一份说明 并签名按了手印 据贯县联合调查组介绍 顶替者2004年高考后改名为陈春秀 山东理工大学在了解到该情况后 立即对陈某某的学历启动了注销程序 学新网显示 注销时间为2020年6月9日 那么当年这个陈某某是如何通过山东理工大学入学材料审核的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在山东理工大学的协调下 记者联系到了2004年 时任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的爱修俊 他给记者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为了新省资格审查呢 学校转门下法的文件 我们对新省呢 进行了这个四对照 来核查新省的诊实情况 这四对照是对照专考证 录取通知署 户籍证明 以及学生本人的照片 当年呢 我们这个通过 符合查出了三个有疑问的学生 我们最后合适 由学校校方文件 又进行了处理 爱修俊所提到的文件 是山东理工大学2004年下发的 关于做好2004级新省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 在入学资格审查部分 明确标明 要按照中学档案和电子档案 以及本人情况进行审查 做到准考证录取通知书 户籍证明和本人照片材料相一致 凡不一致者 要及时查明原因 做到有时有据 同时对于存在替考 冒名顶替上学等情况的学生 要及时汇总上报招生就业处 爱修俊介绍 学校当年查到了三名有问题的学生 但其中并没有陈某某 那么当年为什么没有发现 顶替者陈某某呢 在新生落学这个审查方面 目前普遍的做法是 学校发文件发通知 开会布置 然后由学院的相关专业的辅导员 进行落学这个审查的出核工作 一般来说一个辅导员呢 审核都是有基本人 假如说这个辅导员的工作 不够细致 责任性不强的话 就有可能出现了问题查不出来 现在呢我们也在进行反思 一个是从我们的审查的机制上 进行反思 建立比较完成的机制 确保呢 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同时呢 也在加大审核力度 都增加人手 最后呢 在审查的过程中呢 形成闭环 目前呢 贯献联合调查组 正在对陈某某市 如何取得被顶替者的 录取通知书进行调查 山东理工大学也已经启动了 对当年陈某某入学资格审查过程 和审查不言问题的调查 将根据贯献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 对相关涉事人员 做出严肃处理